繼續回來這一節 轉架開咪 想問問梓華這段時間有沒有去救物、消費 這段時間一定有 因為隨著疫情 反彈式是有的 因為都困了很久 已經沒有得出去旅遊 平均香港人一般都可以每年一至兩次 或者有些短程的就回內地 或者澳門 如果說中距離的可能是泰國、韓國、日本 這些全部都不用想了 長程一點當然是歐洲、英美 但是現在大家不經不覺 其實現在差不多一年多兩年 講究新界 沒有出遊 搞到很多本地旅行團 最近我見到最好的零售店鋪是賣什麼呢 賣到斷了市場就是那些行山用品 那些什麼波鞋、行山用具 如果你現在每個星期 有時候我都會出去行山 你見到那些人 最近會好一點 在早前疫情很厲害那一陣子 你行山那些地方的人 多過旺角和尖沙咀 廣東檔 因為有很多人 但是其他的購物你沒得出去 那你始終第一就是有需要 我聽到很多人以前就去日本 或者歐美買時裝 或者這個精品 現在沒有了 你迫著香港買 所以疫情稍微好一點 我們都見到 政府的限聚令放寬一點 尤其是晚上 我上個星期試過 我已經是大安止意 晚上吃完飯 因為現在都可以吃到10點 我打算在銅鑼灣 過海一個住九龍那邊 一定有的 因為在這半年 我已經習慣了 那裡最少有10架 過海的等我 但是那天我去到 是有10個人 等就沒有一架車 那星期四剛好政府放寬 我看到 其實都 壓抑了很久了 無論購物肉 消費肉 和餐飲意肉 當然還有一個未能夠 進展的 就是喝酒龍家樓機 當然局部就放寬 零售數據方面 又不是真的這麼好 剛剛公佈三月份零售數據 額 是5個月以來的低位 亦比市場預期差 整個鋪市是怎樣呢 請來這一位的專家 就是聖惠商鋪基金創辦人 李根兄 Erin Hello Erin 你好 大家好 Erin 我記得去年年中 都會和你談過一下鋪市 你那時就說 都會戚師入市買鋪 我想問一下 這段時間你買了多少鋪 上年年中 就像玩自殺一樣 現在新型好多了 近來莫利不少 我看到 看回最新的零售數據 他在說三月份 整體上香港就說升兩成 每個人都說跌眼鏡就升得少 但是你想想想 上年的三月份 在香港是怎樣 每個人在搶廁紙 在搶口罩 那時真的 那時你還去說買鋪 我還記得去雜資辦座談會 那些人都當我瘋了 那時應該雜資是做口罩 差不多 還說來公司 雜資怎樣買鋪 是這個買鋪時機 我呢 可能我又不喜歡 只有一個講字 很喜歡行動 由肺炎開始 肺炎前肺炎後是兩個世界 肺炎後 我來之前做一個少許統計說 我們買入了17間街鋪 合共3.6億港幣 賣出 都賣出到 賣出了10間 1.7億港幣 平均每一間賣出去受執 大概兩成左右 所以意思 什麼呢 我經常都覺得 有危機 世界越亂 最近好像第五波又快爆了 變種病毒又來了 我跟同事說 有時那個鋪市一支箭升上來 黃之華你這樣 如果121314年一支箭飆上去 上帝要你滅亡 哪才令你瘋狂 那時候就根本是你只得追價 如果業主不反價 就是好消息 不是減價 其實基本上買家是沒有價格的 其實沒有那個減價 沒有減價這個字 如果跟客人說 喂 怎樣好 業主沒有反價 沒有反價 好消息 不是說減價 不要說減價 當然 有些調整是好的 還有 自從這一年之內 我們見到 那個局面漸漸是回復的 一年前去年的3月 大家已經是哪有心機去投資 如果還在說抗疫 漂白水 口罩 廁紙 甚至乎米 說什麼都搶 總之不是搶舖 總之就是 現在這一刻的時候 那時候一年前說買舖過 我就當我瘋了 現在這一刻就跟我說有眼光 我還記得2003年 阿子華也記得的時候 沙士的時候 之後那個發毒勢 就是說沙士重臨 一定要掃樓掃貨 什麼都掃 嘩 上年又不見人去掃樓 那人呢 其實有時都會受到自己的心理因素的影響 那對 那當時真的很多人都發覺 沙士反彈由03 突然間04 然後一支火箭地升上去 直至去到08 那時候有自由行 現在就 應該就不會一支箭地升上去 所以為什麼呢 我說跟同事真的很衰說 現在又說變種病毒又反反復復 第五第六第七波 不知道搞多久了 全球都是反反復復的 那時候就上去下市 不過Edwin很厲害的 一向都不跟一般的分析家 有講有做 有講有做 十七間 廢元沒有做 不是說有些說完分析完之後 就有講沒有做 有些出來說今年十億買店 但問題有多少行動 看好沒有用 看好沒有用 即是你的行動要先配合看好 那你既有行動 亦都看好過市 其實市況方面 你自己是怎樣看好呢 其實市況應該是這樣 總之大家跟著肺炎走 我猜第四波之後 我猜第五第六波第七波 不知道什麼時候又來 真是沒有人想 但這是一個現實 變種變種又變種 真是這麼容易過去嗎 普市其實很低能 很簡單 總之每個恐懼的時候 你就去買 所以第二第三波 最高峰第四波的時候 我就跟同事說 買普市的快點玩 這句不非特的名言 別人恐懼我貪男 但政府一放寬 晚上10點12點的時候 快點沽舖走 總之跟著一波波的來 反而這樣的時候 我不知道玩多少波 雖然沒有人想肺炎這樣延續下去 但是肺炎分分鐘都搞了一年多 兩年三年了 所以跟著波幅走的時候 回頭望 你發覺你沒有錯 總之記住 追的時候 你不要過去追 看看三月份零售數據 我不知道你有否留意到 現在全部都升 中標珠寶買衣賣褲 全部都升成七八成 珠寶首飾升成八成一八成 會不會當時的基數是低呢 當時的基數低 但是有一個跌 是什麼跌呢 就是超市 街市的跌 跌了兩成 跌了16% 什麼意思呢 那些人每個人都去追街市鋪 街市鋪當然是旺 如果街市鋪只有兩厘回報都沒有 你摸頂啊 傻佬 所以我經常跟他們說 你現在去買 摸頂買街市鋪 兩厘都沒有 打算人流旺 就等於2013、2014年 去買銅鑼灣的波斯庫街一樣 分分鐘就掉頭跌下來 當肺炎過去了 遊客回來 他又不去街市 那些人就出街吃飯 那些街市鋪怎麼升呢 所以現在你總之 然後肺炎一波一波走 反方向走 但就不要人追你追 你自己看 民生區 類似街市鋪這些 還有核心區 其實走勢怎麼走呢 核心區 如果盡量可以 當然是買核心區 現在始終遊客會回來 剛剛梓華都說 這兩年幾兩年的時候 香港人都不能去旅行 沒有了 如果下年的今天 這個復活節 聖誕節 全面性通關 全面性可以全世界去都好 我想香港700萬人 裡面有300萬人離開了香港 這個用暴遊 暴動式去旅遊 但是問題是你要記住 300萬人離開了香港 可以有800萬人回來 另外又有300萬人來香港旅行 但是那些自由行 遊客來香港旅行 他們只會去銅鑼灣 旺角尖沙咀中環 他們不會去深水埗 大南街 他們不會去馬鞍村 牛頭閣下村 所以現在全部都是那些民生位 因為本土消費 反而人流是旺了 租金沒有跌過 反而上升了三四五成 比起肺炎前 但是核心區 就跌得這樣 小則跌一半 多則跌八九成 跌下來說租值 但是售價也好的時候 以前買都買不到 現在看到很多專家 阿芷華另一間行 老闆都買了一間核心鋪 對了 旺角區 旺角區 都4700萬買了核心區 意思是什麼 代理老闆連續幾個都買核心鋪 都沒什麼看錯 現在核心鋪的速租情況是怎樣 譬如我們肉眼看 都幾多吉鋪的情況 吉鋪是多 吉鋪我想三個原因 一就是本身很多核心區的老闆 持貨能力很強 他便宜租出去 反而股值會下降 他沒有所謂 總之就落在那裡 二的時候 吉鋪也會慢慢被消化 就變成短租的情況出現 短租出現 那麼核心區 吉鋪相對地現在是少了 比兩三個月前 為什麼呢 很多短租出去了 但是短租的話 比起長租 租值可能跌八九成 第三就是他面對現實 短租一段時間 吉鋪一段時間 一兩年 社運肺炎都搞兩三年 分分鐘 之後他便會開始 砍價長租出去 但是現在核心區 砍價長租出去的話 一般都說真的核心位置 跌超過五六成 回來講一下 在現在這個市況之下 投資策略部署 特別是簡鋪 其實Erin也有很多不同的心得 休息回來再講 繼續回來這部份主要的專家 開麥的專家 有聖會商鋪基金創辦人 Erin 李根興 也有我們的嘉賓主持 王子華 在這裡 休息之前說 在有疫情之下 有危有機 最重要是 你的心理質素配合得好 Erin在這段時間 賣了不少東西 也有孤手 其實你自己看 投資策略應該怎樣部署 投資策略 看你身家有多少 身家有很多 這個最重要 看你身家有多少 你身家只有幾千萬 就幾千萬 拿去買一間核心舖 首先好貨不會到你 買了一間 你又不會買多一間 經紀也不會介紹順盤給你 想買多一間 不是不會 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 那整部身家拿去一間舖 那無端端可能有些什麼 簽建 租客走了你就中伏了 所以意思是什麼 看你身家有多少 如果你身家有幾千萬 那拿出來買一間舖 都不是幾千萬 都大概十分一 始終投資策略要分散投資 所以我覺得身家 你有幾千萬 當然一千萬 都沒有身家 你就不要買舖 那就是幾百萬的商場仔 當然你可以去買入 但是很多商場仔 長遠的前景都一般 就是那句 Erin帶出了 就是商鋪其實都是專業 還有實力的投資者 才參與 樓不同 樓你身家只有三十萬 的時候 死功難功 問媽媽 你都要買幾百萬的樓 但是你舖 可以實勢買 所以舖 你看回 如果你身家很紅 當然是買核心舖 你看回現在很多時候 買核心位置的舖 都是一些身家很紅 專業投資者 或者很多年沒有買舖 但家族都在找一些核心位置 就覺得這個時候 是入市的時機 這些可以的 總之這些長渣 你不要理它肺炎波幅 都好的時候 五年十年後殺星 因為現在始終是一個低位 但是如果你身家不多 只有一二千萬左右 或者以下只有幾百萬 留意一些民生的位置 世間的小店 二三百尺以內的實用面積 因為為什麼呢 越多人失業 就越多人創業 失業率和創業率是掛勾的 舉個例子 好像有很多人 這個空姐 炒了幾千個出來的時候 他不會躲在失業 他部分幾百個一定去創業 他不會開一間三千尺的茶餐廳 但他會開一個三百尺的珍珠奶茶 通常那些家附近去創業的時候 最近這些的庫位 反而需求很大 二三百尺 五百尺 樓下這些小店 民生位 千多二千萬以內 都還有很多貨擠 這些就進可攻 退可守 但你期望它爆升上去 就未必了 但是呢 就始終當收一租 大概三四厘左右 回報的時候 好過買樓 因為事實上 如果你說二千萬以上 我相信你在核心區的邊皮 你都不會買得到 這個要想一想 因為有時候很多 其實現在已經是開始 鋪位已經算是 算是大眾化的了 因為很多區 如果你二三線區 其實周時住宅的價錢 其實跟鋪位價錢的赤價差不多 因為現在你知道這些住宅 一般市區 沒有說你買到新界區 你一般市區 就算是三線市區 你的住宅都起標了兩萬尺 實用以上 但是你真的分分鐘都找到一些 三萬尺的鋪位 你買 知不知道 知道嗎 芝華讓你說中了 年前兩三年的時候 你還說了一句說話 雙透我心 你雙透我心 你還說那句說話 趕緊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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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幾間真是離譜,如果這區的住宅都要兩萬多元呎 但居然的舖子是一萬多元呎,那你還怎樣談它呢 現在絕大部份的新樓盤,你留意一下,樓上的樓實用呎價 就該賣兩三萬元,那是深水埗長沙華 下面的retail的prolium,樓下的三層,反而實用呎價成交 一萬元,一萬二元,一萬三元,是樓上的樓價的一半 所以你最近見到,都不是一定賺的,有位影帝 那大家知道哪位,最近在土瓜環都賣了一件 還要持這麼多年,還要輸錢走 那你想一下,看一看他的赤價,嘩,如果他持住宅,應該就發了 他創造歷史,以我憑我記憶,應該是私人發展商收舊舖來説 他是第一個蝕養 Erin,我想問一下,最近除了剛才說,有蝕養的情況出現之外 我們看到,也有一些老牌的食肆,沽售他們自用的舖位 其中一個就是,在銅鑼灣的南北樓 那其實這個有什麼反應呢?現在又說舖市又好一點 現在沽舖的人的時候,很多你看看,都是說持貨30年,50年 我剛剛昨天就買了一間在洪水橋的舖,也是持貨40年 為什麼呢?持貨兩三年的人,不是他不想沽的 他不想蝕本沽的 應該如果近五年買的呢,不可以說是絕對的 平均數值呢,可能你都不會賺到錢的 近五年,如果你買核心區就包你輸 如果你不是核心區,可能都是持貨 那為什麼會有一些老牌的家族賣呢? 因為他曾經見過江輝 現在他還有一定的利潤,不如鎖定利潤 反而這些播放呢,大升市你買不到的 因為他每發覺他賣遲一個月,他就會賺多一二三五百萬 那當然老虎都不賣了 但是現在剛剛反過來,他發覺原來賣遲一個月 可能是不見幾百萬 再下一個月又便宜到幾百萬 那變了他們有時候還有利潤底下,都不是一個可觀的利潤 有時持貨那麼久 不如索性鎖定利潤 好像賭場那樣,拿油的錢才是錢的 是啊,所以現在為什麼有很多 因為都是賬面賺和虧 持貨很多的自用鋪位,通常都持貨很久 因為是自用的嘛,都幾十年了 所以你聽到有很多一些很出名的餐館也好 他沽出來八千萬和一億 或者沽出來三千萬和四千萬,其實都沒有分別 他買回來都是幾十萬的 所以最重要是要分到錢 你明白,很多時候第二、第三代的時候 有錢落袋才是錢 市況好一點 其實政策可不可以幫一下 去年大家知道10月施政報告的時候 取消了非絕索脈熱的辣椒 過去一段時間,交頭都相應匯約了 以哪一類型的價碼是最受惠的呢? 整體上呢,2020年呢,現在我形容就是天堂和地獄 2020年是舖市的地獄 因為以我所知,是這麼多年有統計的數字來講 看回美聯數據也好,應該是最少商鋪成交的一年 因為是有自1996年開始的最少成交 那是否1996年之前沒有呢?不是 因為1996年之前呢,住宅和工商鋪呢 是沒有分開那個註冊記錄 所以是沽在一起的 是的,沽在一起 所以在1996年之前,政府的數據是一個大數 但是呢,自從1996年開始呢,有分開了工商鋪和住宅的數據 那就看回2020年呢,是歷史的新低,自有歷史以來 2020年呢,商鋪的成交數目呢,就不夠200億港幣 另外,成交的中數呢,就只是大約1070單左右 今年呢,我估計呢,因為呢,有三大原因 取消了商鋪印花稅,而政府派錢呢 就是這個消費券,直接放在舖子那裡 三,大家不要忘記了,政府曾經說過兩年前的時候 2019年的施政報告,就說拿200億出來買舖子 現在一條毛都沒有,還沒拿出來 這個好像真的沒有很多人看 但是200億,它已經招標過了 有90億首輪招標,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公佈 200億就等於去年2020年全年的舖市成交量 所以今年呢,普遍業界,我自己推算的時候呢 都說成交量,2021年比2020年成交量 會大升兩倍 你自己看,如果一般的小投資者呢 在現階段又想入市 剛才我們也略略給大家一些提示 其實你自己看,應該要考慮什麼因素呢 這個時間的回報方面,怎樣去計呢 一般小投資者呢,我叫他們呢 兩方面可以考慮的 一,你可以買一些民生 細碼一些,細間一些的店 總之回報呢,起碼大概兩厘半 三厘以上的時候呢 買便宜價地段的時候,這些可以的 輸極有報 或者呢,你就去一些死場了 有些死場的時候呢 當初湯出來呢,可能三四百萬 但現在跌到就剩下三四十萬 死過翻生啊,你沒聽過 一萬買十間,OK 一萬買十間,現在很多呢 反而呢,短期來獲利呢 三十萬升到五萬 很多都是這些,分散風險的時候呢 分分鐘有很大的回報 嗯,那現在的一般的回報 多少才合理呢 回報呢,現在差鄉物業股價處 平均商店的回報 就徘徊在2.6、2.7厘左右 所以如果你買到一間店 你覺得新的租值,下一手租值 能夠是2.6、2.7厘的話 那不是值得買的 但是它現在租值是4厘 但是問題是核心區 分分鐘要斷價要斷九成下來 那你自己買下去就要小心了 你看看你有沒有持貨能力 所以一般都是的 但是這個零數回報有2.6、7厘以上 那不是好買的 嗯,接下來你買東西會不會積極一點呢 哦,今年要買五億貨 努力地買了 所以現在買了兩億左右 那過幾個月之後 我再請Ari上來呢 就是跟她檢討一下 究竟是不是真的買了五億貨那麼多 今天呢,多謝了 李錦琴多謝了 看看節目時間也差不多 下個禮拜同時間再見 拜拜